12月28日,果敢官方网站正式宣布老杰解放,正在青角残敌,老杰周边目前只剩下南天门和米线沟部分区域的缅军还在抵抗,收复只是时间问题,战场关注的焦点从老杰转向蜡虚和木杰地区。 以史为敬,可以知心替,以人为敬,可以明德诗,欢迎订阅真正历史。 对小勉来说可以没有果敢,可以没有老杰,但不能没有木杰,木杰口岸对东方龙贸易额占到了整个缅甸的75%,足见得木杰在缅甸的重要地位,同盟军之前的攻击已经占领木杰95%地区。 因为陆地增援路线完全被堵死,12月28日,明昂来空头一百多人到木杰,企图夺回木杰口岸,目前击战仍在进行中。 德昂军 在同盟军与缅军老杰击战这段时间,三兄弟中的德昂军也打出了惊人的战绩。 12月16日德昂军占领南桑镇,俘虏101师师长明明吞吞准将。 12月18日,占领南侃镇。 12月22日,占领了曼通镇。 12月26日,控制脚迈周边地区,免军收缩在脚迈镇内防守。 截止12月28日,我们看一下缅北区域形式图。 红色是同盟军占领区,蓝色是德昂军占领区,绿色是交战区,从该图我们可以看出,双方战线已经推进到蜡须、脚眉、西补一线。 另据报道,同盟三兄弟和米昂来第二次和谈已经失败,从披露和谈条件, 米昂来想邀回,穆姐、滚弄、傍赛和登尼,出让南桑、曼通,以及布朗地区的四个镇给德昂军。 萨尔温将以东的区域化给同盟军。 南桑、曼通已经是德昂军占领区,不需要米昂来出让。 萨尔温将以东一千多平方公里土地都是些边角料。 怎么和滚弄、傍赛、穆姐这些重要城镇比,米昂来还不清醒,还需要同盟军上一课。 另外和谈没提摆所成父子的名字,还有两天就过了米昂来承诺年底解决电诈承诺期限了,米昂来怎么交代? 当然第二次和谈对东方龙也有一项重大成果,脚漂港合作项目补充协议,签订,脚漂港租借时间99年,东方龙具有管理权和70%股权,脚漂港位于孟加拉湾东北部,印度洋天然深水洋港,可航行,平泊25至30万吨级远洋客户轮船,是中缅油气管道出海口。 该补充协议签订对东方龙具有战略意义,缅北形式建依旧复杂,从目前双方战场形态来看,同盟军和德昂军已经对蜡虚形成了合围的态势,未来几天南木渡,桂盖,角麦,木解,老街米线沟和南天门战矿以及白锁城等变炸骨干踪迹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米昂来疯狂报复 12月28日晚6点,缅军对老街和清水河县发动大规模轰炸,米昂来继续建行得不到就毁掉的原则,但这样轰炸除了显得米昂来愤怒外,就剩下虚弱了。 轰炸前同盟军就已经做出了反应。 中国大使馆也提前发布警告,通知中国公民离开老街,米昂来到头来炸了个寂寞,毁坏了不少房屋,战争结束后,还需要东方龙的基金狂魔帮忙恢复重建,回到缅北战场。 12月28日下午6点,德昂军经过一个多月的苦战,攻克蜡虚西面屏障南渡镇,这里距离蜡虚仅35公里,战后显示德昂军缴获大量的武器弹药,难度丢失,对米昂来政府的经济是个重大的打击。 因为难度镇,有整个缅甸乃至亚洲探明储量最大的金属矿区,包德温矿区。 该矿区运藏有银、铅、铅、铅、镍合金等金属,矿产资源量推断为7690万吨,该矿带向北延伸到中国云南省,向南延伸到泰国,全长2000多公里,随着难度镇被攻克,蜡虚西面防线洞开,已无险可守。 12月29日,同盟军攻克围攻了21天的大猛仪镇,大猛仪在桂盖东北40公里,下一步就是拿下桂盖,距离蜡虚更近一步了。 摆在同盟军和德昂军面前有两个战术。 第一个就是合围蜡虚,这在12月28日视频和文章提过,这里不再重复。 这里重点说下第二个战术策略,就是纵身穿插合围策略。 当前缅军野战和进攻能力较弱,经过连续的失败,士气低落,只会归缩在碉堡内防御特点专门制定的战术。 米昂来一定在蜡虚布置了重兵防御,贸然强攻恐效果不佳,可以小谷部队不停骚扰蜡虚,留一部分部队建立防御攻势,隔绝蜡虚与外界联系,同盟军和德昂军的主力攻击脚眉,吸补,脑丘,只要攻击顺利,就一直向曼德勒方向攻击前进。 米昂来肯定要全力防御曼德勒,如果蜡虚部队回援曼德勒,可以将其歼灭在城外,如果不回援,就一直围困,打下脑丘或者脚眉开始建立巩固防线,这样蜡虚必成瓮中之鳖,当然兵无定势水无常行,可以多考虑几套战术,根据战场需要灵活运用。 米昂来,变身运输大队长,免北屡战屡败的战局让米昂来束手无策,无奈只能派出空军进行支援,结果搞笑的一幕出现了,他们的空军可能平时疏于训练,不仅轰炸时以我不分,就连空投物资都给了敌对阵营武装果敢同盟军,这对于缺少装备和补给的果敢同盟军来说不亚于九汉逢甘露。 据报道,免军在免北被同盟军团团围困,面对如此困境,免军无力迅速解围,为了破解免军的困境,米昂来只能派出空军进行轰炸支援,他们期望通过空中优势为免军解围。 然而,事情并没有按照他们的一期发展,缅甸空军的一通狂轰乱炸,并没有给同盟军带来多大损失,反而自己军队屡屡被炸,空投的武器弹药很多都投到了同盟军阵地,同盟军不仅免费获了大量的武器和弹药,反而在利用这些物资打击缅甸军队,这无疑是火上浇油,让缅甸军队陷入了更加被动的局面。 同盟军得到从天而降的物资,无疑大喜过望。 他们不仅得到了急需的物资,更增加了战场主动权,也使得他们的实力和信心得到了显著增强。 这已经不是缅甸空军第一次出现这样的乌龙事件,缅甸空军不能简单用地形复杂,山高领密作为借口,空投物资这样简单的事情,空军居然也会出现低级失误,把急需的物资投给果敢同盟军。 这一系列的物投物诈,不仅暴露了缅甸陆军战斗力的薄弱,也显示了缅甸空军能力的能力不足。 在敏昂来的领导下,缅甸军队连国内冲突都无法应对,又何谈保家卫国,简直就是打酱油的。 面对这些问题,敏昂来应该寻找更深层次的原因,既有可能涉及到军队的训练、装备、指挥等多个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军队腐败,把巨额的军费都装进了军官的腰包。 对于敏昂来军政府而言,他们不仅需要认真审视自己的军队建设和管理,更深层次原因是军政府已经失去了民心,一个失去民心的军队不会长久,一个失去民意的政府也不会永存。 缅北战局完全失控。 缅北打击电炸行动老早就进入了尾声,缅甸军政府和地方武装光荣完成了他们的使命。 但谁都没想到,这仅仅是缅北乱局的开始,联盟军如入无人之境,相继拿下边境关卡重镇,关键军事阵地和重要贸易路线,军政府奋力反击。 二者的矛盾在最近日益升级,中缅边境附近的老街地区也不再安全,事态已经非常紧急,所以28日、29日,中方接连两天紧急提醒,在老街地区的中国公民尽快转移撤离。 12月中旬,中方努力斡旋下,缅甸军政府和三兄弟联盟军代表在云南省昆明市举行了面对面会谈,签署了临时停火协议,同意保持对话,缅甸军政府一方当时还表示,月底双方还将进行另一场会晤,并对中方的努力和支持表达了感谢。 但是没过多久,缅甸局势又升级了,联盟军之一的德昂军16日宣布拿下善邦贸易重镇难散的控制权,政府军则立马向若开军据点展开空袭,并从海上进行炮击予以了报复。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支持的兰里岛深海港口建设项目就在预袭地点不远的地方。 缅甸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布局点,中方在这里打造了一条中缅经济走廊,使绕过马六甲海峡将矿产资源运送到中国成为现实。 在红海航道和直布罗陀海峡相继遭受威胁的今天,看看美国那急迫的样子,就足以说明中国这一战略布局的重要性,正因如此,美国使尽浑身解数,要破坏缅甸的安全形势。